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再度来到扬造书房 这一次在扬造书房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朱天文 他在2007年所出版的《乌言》 2007年他所出版的这一部《乌言》 从一个角度来看,其实非常不容易读 因为它有很高的门槛 这个门槛主要是牵涉到我们对于小说形式的预期或者是要求 如果你一般读惯了小说 你认为小说就是要有一个主角 就是要有人物,就是要有情节 就是要有特别的场景 然后呢,这几个不同的元素 它要有一个一致的结构把它联系在一起 如果用这样的预期的话来读朱天文的《乌言》 那你会感觉到处处碰壁 你不太知道你要怎么样读下去 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这个小说给予我们的巨大的考验 那如何能够越过这样的障碍 进入到朱天文他所塑建的《乌言》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小说的空间里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就比较容易了 一个是我们还是要回到 朱天文他写作《乌言》的那个时代 基本上是从1990年代的后半 写到跨越了新世纪 进入到新世纪的这几年当中 而那几年尤其是1990年代的后期 那是在台湾 承袭着整个全世界的他的小说实验的潮流 也就意味着过去写诗主义的小说的基本的叙述的手法 基本的结构 基本的想法 基本的假定 基本的设想 这个时候统统都被推翻 大家都在尝试从法国的新小说以下 到拉丽美洲的《魔幻写实》 再到更进一步的后现代小说 大家都在看那到底小说还能够变出什么样的花样 相对的 如果你还在写原来传统的 我们刚刚讲的 一般读者会认为比较容易读的小说 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 那就太过于懒惰 或者是你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去展现 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 应该要有的一种原创性 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一种气氛 这样的一种要求 我们也就不意外 因为朱天文在那个时代 他也试着要去写出 不一样的小说 另外当时的那样一种空间跟环境 也就对于朱天文 他能够写什么样的小说 给予了很大的空间 这跟我们今天 尤其是一般读小说的读者的预期 可能有一段距离 可是我们把这一部分的背景 补上去了之后 也许你就不会觉得 这乌檐这个小说 那么样的奇特 或者是那么样的古怪了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 更有用的对我们理解乌檐 那就是如果依照 我在洋照书榜里面介绍的方式 大家前面曾经听过了 甚至曾经读过了 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 接下来又听过了 或者是读过了《荒人手记》 沿着这两本书顺着下来 进入到乌檐 那就更容易解释了 也就意味着乌檐小说里面 有相当程度就是沿着顺着 这两本书所打开出来的 它的追求而来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贯穿的主题 从《世纪末华丽》到《荒人手记》 也到乌檐 那就是世纪末 世纪末最大的特色 那不是颓废而已 尤其是到了乌檐 朱天文要写的 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台湾世纪末 台湾世纪末在世纪末的华丽当中 以这个模特儿25岁 就觉得自己已经老去了的米娅 展现出来的是那种颓废的华丽 到了《荒人手记》当中 那个世纪末展现出来的是一种 死亡的腐败的 然后呢带一点恐怖 但同时呢 带着非常多关于生命 深思的这种刺激 所产生的世纪末的风格 世纪末的气氛 但到了乌檐 这个世纪末 我特别刚刚讲到 是台湾世纪末 世纪末的华丽是台湾没有错 《荒人手记》也是台湾没有错 但是呢乌檐 包括必须用 乌这个角色 来看起来像奇迹 像义语一样 讲出这些话 就是因为 朱天王要呈现的 那是台湾在世纪末的 光怪路里 各式各样简直像是 不可思议 不应该存在的现象 不只是存在 另外 他们并存共存并致 另外 他们产生了非常非常神奇 非常奇特的 不可思议的连结 在那样的一个台湾 世纪末的台湾 我们好像被迫 我们不只是必须要打破 过去叫做我们的社会 叫做我们的生活的 各种不同的期待 甚至更进一步的 那个时候的台湾人 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各种不同的风景 各种不同的景象 那样一种荒唐的场面 似乎都在挑战 我们对于到底什么叫做人 人到底怎么过生活 还有人跟物质 跟这个世界 具体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个边界在哪里 那个限制在哪里 都被挑战 所以台湾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sparticle 变成了一个奇景 而且呢 朱天文在这部小说当中 他又把他自己写在这个台湾的奇景底下 里面有很多根本不是小说 而像是这个作者 朱天文 他有的时候 他甚至明白地告诉我们说 那是他的告白 那是他的告解 他真实生活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因而另外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那就是他把 我们可以说一个在世纪末台湾社会观察 跟活着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他的生命 他的思想 他的经验 也写成了sparticle 也写成了奇景 所以乌言乌语 因为不能够用正常的语言 来描述这个如此不正常的光怪路里 就算你要把这个光怪路里用正常的语言说出来 听起来也不像是一般我们认为人类的语言 而展现出一种非常奇特 既迷人又令人恐惧恐慌的现象 那种特质 它好像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 好像是某一种超越的声音 为我们描述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特殊的空间 所发生的事 这是乌言的特色 那在我们要读乌言这个小说 另外可以特别注意到的 那就是从荒人手记而来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特别跟大家讲到过手记 荒人手记就是用手记提写的 乌言这本书虽然没有手记这个名词 出现在书名或者是书里 任何醒悟的地方 可是阅读的时候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必须用这种态度跟策略 来对待这本书 这也是一部手记 因为是手记 所以它是一段一段的 至于这一段一段彼此实现的关系是什么 这又在乌言当中 比荒人手记里面 昨天文更加的大胆 荒人手记我们很清楚 这个叙事责我 包括环绕的 它跟阿瑶的关系 它跟所有这些男同志的 情欲爱恋之间的这些关系 在配合上那样的一种 它的遭遇 它的情境 那是手记的背景 或者是提供了手记的一致性 但是到了乌言 首先这个手记 并不是每一篇 都是同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同样的一个声音 它背后当然有一个作者的声音 但是这个作者的声音 在每一篇的手记当中 它到底化为 什么样的一个观察的眼光 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 在每一个段落当中 会考验我们 也就是 以这个作家 活在台湾世纪末 活过了台湾世纪末的 这样的一个作家 他的眼睛 他的声音为主 这个作家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 直接就把它看成是朱天文 那但是除了 他的生命的遭遇 以及感受之外 作为主体 另外穿插了其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因为他选择的 就像在荒人手记当中 选择了这样一个男同志 作为他的对象 在乌檐小说里面 穿插出现的 其他的生命 被选进来 都有一个共同性 那就是同样的极端 同样的光怪努力 那尤其是 他特别凸显的 那就是跟他不一样的世代 他在小说里面 特别把这个世代 也就是在2000年前后 大概十几岁 二十岁 顶多到三十岁左右的 这个年轻的一代 虽然那个时候 朱天文自己 其实也不过 才四十岁左右 但是呢 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 他跟这一代 中间有非常强烈 非常强烈的差异性 而且呢形成了一个 像代沟一样的 没有办法跨越过去的 这种距离 所以他就把这个新世代 称之为叫做 伊人类 这小说写的是 从世纪末到世纪初 跨越了世纪末 然后进入到世纪初 那光怪陆里的现象 甚至表现在 世纪末 要进入到世纪初 这个时间的流动 或者是时间的转折上 不知道大家对于 二十几年前 从1999年的年底 要进入到2000年 你有印象 你有记忆吗 你还记得 在那一刻 你在做什么 在那一刻的前后 你还记得 这个社会 提供了你一些 什么样思考 记忆 探测 乃至于 让自己感觉到 晕眩的一些现象吗 那在屋檐当中 竹田文就一段 非常精彩的记录 他说 因为倒数末日 2000年将至 而创出了 那个时代 庞大的商机 硬是催眠了时间 一格一格 把空间放大 放缓 放满 放停格 产生了一个 与恒星年 毫不相干的 日历2000年 世纪最后症 还记不记得 发生什么事呢 赶快赶快 登上 搜救明日的诺亚帮咒 他们说 带着你的 A6188 太极三合一 你们应该不记得 这个电子产品了吧 什么叫做 三合一机呢 那就是手机 PDA 跟WAP 三种合而为一 好了 说不定 很多人 连PDA WAP 都听不懂了 当时 PDA 那就是你的 电子 记事本 那WPA 是你的 电子音乐 放映器 所以为什么叫做 三合一 那个时候 手机归手机 你要记录行程 你需要PDA 管理你的行程 你要 iPad还没有 不要说 iPad 还要等十年之后 才会出现 那个年代 连iPod 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会有 WAP 让你听音乐 三合一机 另外呢 还要 很新的东西 笔记型电脑 今天对我们来讲 如此的普遍 那个时代 是一种 新潮时髦的象征 戴着数位相机 我们今天 应该反而稀奇的是 不是数位的相机 大概没有人手上 还有不是数位的 用底片的相机 但那个时候 数位相机 刚开始流行 所以呢 戴着 太极三合一机 笔记型电脑 数位相机 镀红坡 轻松 打笔案 有一种 特别的商机 是所谓的 封存未来公司 赶着最后之前 就是到了 1999年的年底之前 卖出了五万具 叫做时代胶囊 这时代胶囊呢 用不锈钢钛合金 做成的文物密藏器 把里面的工器 全部抽干净 灌入 雅 跟淡 干嘛呢 长期保存 在那里 你可以放照片 可以放简报 你可以放 你所要的 任何的东西 埋在 自家的院子里面 说到这里 说不定 还有朋友 我因此想起 哎 我也有这样的东西 但我忘记 我到底收到哪里 我埋到哪里去了 那个时候 真的很流行啊 那也有人认为 地质之长久 可信度超过 任何一座 保险箱 而把自己的生活记录 隐带藏在胶囊 埋到地底下 他说 我不愿死后 就此被遗忘 所以呢 不是在自己 有生之年 要去挖出来 就埋在那里 等到 不知道啊 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那如果用地质的时间 当然可以 更长久之后 有一天 被挖出来了 子孙们就会知道 这是我 这是我生前的作为 不过国际时代 文物密藏器学会 说老实话 我不确定 这是不是 朱天文夸张 去发明出来的 一个学会 他就说 这个学会呢 警告大家 说 我们会友们里面 大概已经有一万个 散布在地球各处的胶囊 你根本已经忘了 换句话说 这夸张 荒唐的地方在哪里 四季末还没到 你为了准备四季末 那四季末就让你想到 世界末日 就想到时间终止 所以呢 你觉得 要抗拒这样一种时间 因此用时间胶囊 把东西 这个收藏起来 埋下去 那可是 四季末还没到 你已经忘记了 你埋过胶囊 或者是你忘记了 这胶囊 埋到哪里去了 所以呢 特别提醒啊 如果你埋了 你一定要做记号 可是 二十几年过去 其实我们也很了解 就算你做了记号 就算你在哪里写了 非常明显的提醒 时间 就不只是 会把 我们 没有用这种方式 封存下来的东西 给带走 就连封存下来 包括 去封存这件事情的记忆 都一样 会被带走的 那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就说 这不就叫做 科州求剑吗 大家知道 科州求剑的这个成语 可是 科州求剑 这也很有意思啊 科州求剑 真的很好笑吗 你知道这个故事 这故事说 有一个人 坐在船上 船渡河的时候 他的剑掉了下去 掉了下去 赶快在那个船上 做记号 然后他说 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要回来 找我的剑呢 你怎么会在船上 做记号呢 你的船已经走了 你在河里面 然后呢 你的剑是掉在河里面 你去科州干什么 可是这个成语 放在这个地方 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时间就像河流一样 而我们在这个河流当中 可是我们却想要 把这个已经遗失在 这个时间的东西 我们不管记在哪里 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记录 我们的人 我们的世界 已经随着时间 而到了另外一个点上 你再怎么记 都不会是 原来的那个时间点上 这不就是在时间当中的 科州求见吗 所以不要笑 在古代的故事里面 科州求见的那个人 以为他很笨 没有啊 他不过就只是在做 我们自己也都会做的事情 再下来 你看 这个那个时代 真的是很有意思 但今天回头看 非常荒唐的新闻 最大的秘藏器 本来是一座室内游泳池 然后呢 现在就被化身成为文明灵寝 在美国亚特兰大的 某一个大学里面 封存着20世纪各种代表文物 从牙线 烤面包机 到莎士比亚 到希特勒的新闻一片 另外还有一个当时应景的 新建当中的 叫千禧库 来自于千禧年 那还有金字塔形的密藏器 那在那里面 包覆着青铜 磕着 因为是在纽西兰 所以把纽西兰的千年的历史 保存在那里面 对朱天文来说 用手机体的方式 他就评论 这是在一间没有黑猫的黑物理寻猫 据说地球人采取了两种策略 第一是分类 把混沌分出段落 再分段落为吉凶 为祸福 一个呢 是预测 从段落的次序当中 标出了数字 找出循环周期 以便撤之 以便期待 天干地支 五行十二宫 中国的 西方的 星象学 然后呢 阴阳五行 一甲子 时间是贱 时间是轮 他们说 时间苍蝇喜欢贱 而水果 飞如香蕉 好 接下来 就有 另外 这么一段 另外一段 就是 关于 世纪的最后一次 升旗典礼 那 世纪的最后一次 升旗典礼 其实就牵涉到 到底 一个世纪 是什么时候 结束 于是呢 就有两个中学教员 为了这件事情 而起了严重的争执 一个呢 就说 2000年 不是 世纪的 开端 2000年 是20世纪的 最后一年 21世纪 要等到 2001年 才会开始 所以 你们搞错了 现在哪有 真的就是要 世纪 末跨到 新世纪 没有啊 2000年 是20世纪的 最后一次 升旗典礼 要下一年 还要一年之后 才会是 21世纪 但是呢 投书登出了 他就在报上 去投书 讲这个意见 投书登出了之后 同校 有另外一个老师 很生气 就指责说 这个姓唐的老师 误导大众 有伤效益 于是两个人 就展开了 世纪之争的大辩论 这个大辩论到今天 并没有解决啊 所以很有意思 你到底认为 世纪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2000年到底是20世纪 还是21世纪 那有人 当然觉得说 不然你在那里搞半天 你不知道 这迎接新世纪 迎接新世纪 就是1999年的 12月31日 当时钟 跳成2000年的 1月1日的时候 哇 新世纪来临 就当然是 2000年是21世纪 众议世界 站在 姓林的老师的这一边 因为他主张 2000年 就是跨世纪了 但是呢 为什么特别讲 众议世界 你看 电视啦 广播啦 距离 告诉 一直在告诉我们 距离公元 2000年 还有多少多少天 让我们一起 跨越新世纪 那是当时真的有 电台 每一天都会播放的 提醒语气 但是呢 中央气象局 跟格林威治 英国的皇家天文台 却站在 姓唐的 这个老师的那一边 用平静的口吻说 20世纪 从哪里开始 1901年开始 所以它有一百年 当然就是 终止在 2000年 同样的道理 21世纪 也必然是从 2011年 到 2100年 另外呢 很有意思的 他就特别提到了 Kubrick 这位大导演 他拍过 大家应该知道的 科幻片 经典作品 你看他标题是什么 2001 Odyssey 2001 太空漫游 不是2000啊 2001 对他来说 才是21世纪 所以他站在 这个姓唐的 这一边了 然后两个人 争执不下 太有趣了 那个时候 这是真实的事情 那就是 Steven J. Good 这一位科普作家 但他其实真实的背景 是哈佛大学 非常重要的一位 演化学家 那个时候 他来台湾访问 因为他的 很多科普的书 翻译成为中文 在台湾出版 所以出版社 特别把他 邀来台湾 那 Steven J. Good 他很有名 他是棒球迷 而且他是 洋鸡队的球迷 那个时候 他又把他的 小孩带来 但他的长子 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 叫 换算神童 意味着 他在 许多了的方面 他的发展 是 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就有一个 特别的能力 你跟他讲 任何一天 他马上可以告诉你 那是礼拜几 那 所以呢 就吵啊吵啊吵 来 我们来听 这个真正的 了不起的科学家 告诉我们 到底是2001 还是2001 但是这个智者呢 Steven J. 他听完了 一如禅师一般 他不解答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 是真实的故事 说 哎呀 我 某一年 小的时候 有一天深夜 被爸爸 另外带着我的 弟弟 干嘛呢 深夜 跑了上车 爸爸开车 在住家附近 绕啊绕啊 跑了 10 miles 那为什么 特别跑 这个10 miles呢 因为 在车上 爸爸发现 那个里程表啊 大概 9990左右 所以爸爸一想 我第二天要去上班 我上班的时候 这个里程表 就会从 9999 变成 10000 好 爸爸舍不得啊 爸爸觉得 哎呀 这么重要的时刻 目睹 亲眼目睹 车子 从 这个里程表 从四位数 尤其是从 9999 变成 五位数 所以 不应该 一个人独享 就把 两个小孩 两个男孩 叫来 一起来 经历 这个特别的时刻 Sibian Jagu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 是什么 就是说 你看吧 是啦 因为2000年 是符合我们一般人 我们对从 99999 或者是 9999 变成 后来 等于说 叫做 归零 敬畏 我们都有一种 非常神奇的感觉 会有 特别的好奇心 那所以呢 姓林的 听了这一段话 开心啊 你看吧 智者 Steven Jagu 站在我这边 然后看了一下 那个姓唐的老师 但是呢 Steven Jagu 就说 哎呀 从2000 变成2001 毕竟不像 从1999 变成2000 那么样的有趣 世纪的转换 我们当然会期待 是四个数字 通通都变了 而不只是在 最后的一个数字 加上一 哎呀 林老师 开心的 那就开始 双手BV啊 开心啊 在那里欢呼 那唐老师呢 不甘心 那就问 Steven Jagu 说 你的意思是 格林威是天文台 皇家天文台 他们错了吗 Steven Jagu 回答 他们的说法是对的 哎 这个时候呢 两个老师 一起都很惊讶 Steven Jagu 其实还讲的这段话 太有趣了 简直像是禅宗的 寄语一样 他说 因为那时 他们还不知道灵 什么叫做那时 他们不知道灵 来回到公元第六世纪 他们不知道灵 这个时候 生旅奉命 兼修历史 就依据罗马建国的年代 界分 俗世跟基督世 纪元前跟纪元后 那因为他们不知道灵 所以呢 没有纪元灵年 只有纪元元年 所以纪元元年 往这个往后数 或者是纪元元年 再往前数 纪元元年往前 就是纪元前一年 这里就没有零了 所以呢 计算世纪的问题 就是因为 起算的数字 当时没有零的概念 就只能够从一开始算 一个世纪有100年 所以 这就是逻辑 既然你从一开始 一百年之后 当然就变成百 1900年 因为这样属于19世纪 2000是20世纪最后一年 而不是新世纪的第一年 哇 大家听了 这真的是个智责 告诉我们 原来那个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灵 但是灵老师呢 就当然很伤心 说 原来搞了半天 我们白忙一场 那 我是笨蛋 全世界也都是笨蛋 我们倒数了一整年 然后这个东西 都是假的 那 智责 Steven Jacob就说 没错 这个是 哎呀 有一个逻辑的年 有一个感官的年 但是要怎么样能够重合 如果有纪元零年 但明白我们没有纪元零年 如果有纪元零年 那21世纪才会是从2000年算起 那这样 逻辑年 或者是逻辑推论底下的 世纪跟感官的 那个世纪就能够重合了 哇 林老师很不舒服 他说太蠢了吧 我还跑去参加 市府广场上 倒数跨入21世纪 跨过了 那所以 今年还要再一次 因为要2000年年底 到2001年才真正是跨世纪 哎 在那里有成千上万个人 哎 他们通常都是跨甲的 哎 又去了 接下来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是什么呢 那就是 让我们不要忘了 昨天我特别提到 Steven Jacob的儿子在那里 那 这个小谷 他叫他小谷 古尔德 所以叫小谷 看着父亲 那种看法 像猫圆圆的眼睛 圆圆的嘴巴 看着主人的时候 此外再没有其他的肢体语言 主人心里明白 这只野生动物正在传达着 他对人类的绝对信任 绝对忠诚 令主人觉得 真不敢当 所以不可以侠逆他 就只有轻拍他的头 表示承接了 小谷能够把 一千年之间的任何一个日子 立刻换算成为星期几 就如同 Rain Man Dustin Fopman 所主演的 与人那个电影当中 他的那个主角 他呢 一眼 如果你 把牙签 撒到地上去 抬看 他就能够看出 到底有多少根牙签 这是autism 这是自闭症 我讲的是 与人的故事的小说里面 这个自闭症的人 真的会有这种 我们一般人不会有的 非常非常奇特的能力 所以 爸爸就想 好吧来 问一下这个小孩吧 看小孩 会怎么回答 千禧年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2001年 还是2001年 他马上就说 2000年 太奇怪了 但更有趣的是 这个小谷呢 马上说的 而且解释 说 最初的十年 只有九年 当然这是翻译了 他的英文的说法 一定是 the first decade is only had only nine years decade decade本来就是 十年了 那第一个十年 为什么只有九年呢 于是 就算了吧 那这个 一个世纪 到底第一年是什么 到后来 这一百年 对啦 那为什么 谁规定 一个世纪 非得要有 一百年不可呢 然后最后的解决 那就是 Steven Jagu 他急着去看球赛转播 就结束了这一场 会面 让第一世纪 只有九十九年 为何不可呢 那老实说 太阳 也并没有 因为这样 而扫照 地球 一年 是不是 这真是光怪 如理 光是 世纪末 要变成世纪初 都有这么多 奇怪的 现象 奇怪的争执 那 另外在 小说当中 有很特别的 这个世纪末的 光怪 如理 一定牵涉到 政治 所以在 乌炎的小说里面 有另外 非常突出的 是他有 露骨的 政治的评论 甚至其中 有一段 我们都可以 明确地 把它 在现实上面 一一归位 他长篇地 记载了 当时 一样是 恐怕今天 很多人都已经 不记得了 那就是 修宪 国民大会 的选举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朱天文 看另外 在小说里面 叫做老板 朱天文的老板 是谁呢 这个作家的老板 是谁呢 这老板 是一个电影导演 当然 跟朱天文 长期合作的 电影导演 作为他的老板 这个人 也就已经 呼之欲出了 那 因为老板的关系 老板这个时候 认识了一个 第三党的党魁 那是本来 参与民进党 后来自己出来 主党的 当时的立法委员 朱高正 所以因为 老板跟朱高正的 这个特别的关系 所以呢 屋檐里面的 这个作家 这个作者 跟他的妹妹 就参与了 朱高正 当时 所提倡的 第三党 修宪 然后在 整个选举的过程 那 不过 毕竟这就是 小说 一方面 他有 政治 一方面 他有现实的描述 也有政治上的评论 可是 作为一个小说家 朱天文把他 放在 非常奇特的 场景底下 来凸显 他的奇幻性 他的光怪 陆离 他的戏剧性 在小说里面描述 这个导演老板 他叫了一群人 叫一群人来干什么呢 特别安排一场 让这个第三党 党魁 对大家来解释 修宪的重要性 以及说明 我们应该采取的 修宪的态度跟立场 不过 在 这个党魁 出现之前 先描述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场地 那也就是 所有 接到通告的人 全都乖乖听令 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呢 到一个 排练场去 这是老板的朋友 借他的一个场地 那他竟然是一个排练场 排练场最特别的地方 在哪里 在有一整面墙镜 那建货 垃圾几块 黑色的帷幕 演出 这个地方 可以演出 又富有实验性 又好看的剧 那又是一个小型的 实验剧场 但是这个时候 排练场 裸亮的墙镜 无所遁形收纳着 所有的人 这个人跟那个人 八竿子打不着 除了在这个场合 遇见以外 一辈子也碰不到的人 因为 这个导演老板 所以大家在 这一面 镜墙里 碰到了 在第三党 党魁 还没有来之前 镜墙 强镜 或者是镜墙 呈现来众 分布成聚落状 三三两两 各自晃绳着 为那镜中一撇 啊 镜中 那不可置信的一撇 有人大吃一惊 自己怎么可能发福了 怎么可能 有人害致 自己应该是 浓浓 刘海里的 眉睫幽深 这个时候 为什么 西毛 突木 好丑啊 因此呢 拼命地 扯他的头发 额上的头发 来盖住 他的额头 有人后悔 没先打听清楚 是举木地板 必须要脱鞋 糟糕了 尴尬了 穿了烂鞋 破了来 另外呢 有人丧气 好挺拔的长裤 一旦脱掉了 高底鞋 顿时矮了一截脚 而且臀部呢 又低又塌 所以好想把高底鞋 重新穿上 就算光见木地板 又奈我何 所以 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好奇怪 因为 这些人都不像是 一来来听 这种关于修宪的 政治演讲的 二来 这些人 很多都是平常 在社会上 各有领域 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全部因为这个很有江湖气 然后 教培很广的 导演老板 而统统聚在这里 要来听朱高正演讲 要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他对于内阁修宪 应该要修成内阁制 他对于这个内阁制的 不同的说法 然后 这个时候 朱天文在屋檐当中 那个屋檐的 作者的声音 跟朱天文的声音 几乎 同合在一起 听到法师 指的就是第三档党会 也就是 现实里面的朱高正 念出咒语 哇 更难懂了 什么样的咒语 咒语叫做 互献宝国 互献宝国 上个世纪末 何以九十年过去 仍然跟世纪初 这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那个时候讲的话 是一样了 这是不是就是轮回啊 所谓轮回 轮回之相 不可思议 以柠檬轻盈 揭开序幕 咒之以 茉莉 紫罗兰 冤为水仙 伊兰 最后 沉底于 玫瑰 顿家 豆台木的 记忆 望穿里 沉姆斯塔拉 轮回之相 他说 我差遇于那时 众议岛上 全国绝无仅有 大法师一人 仅他一人 在相信宪法 此所以其 汉昧法律之由来 是同这里来的吗 所以令宪法 如两千年前 那位拿撒勒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令病亡 做起 瘫痪走路 宪法哑巴说话 于是 宪法好感 记得不说不说 却说了 千言万语 这中间 当然带着 讽刺 跟无奈 小说 刚刚提到了 另外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的 那就是讲 世代之间的差异 他在 小说里 安排了 怎么样一段 这一段 本来是 生活当中的 意外 偶然 在家里面坐着 但这个时候 外面 树枝子底下 摩托车 送来一包封套 按门铃 知道是不管用的 所以拨手机进来 说快递 有人送快递来的 那可是呢 出去看 送快递的 是一个新面孔 接下来看 这个年轻人 他穿什么 说 他穿的是 紫色超宽运动 去长袖 就是长袖的 长袖的这个 运动T恤 这个外照 短袖黄衬衫 再套一件 车棉灰背心 以及超宽 休闲裤 有抽绳裤腿 三脚鞋背带 一身行当 板衣板包板鞋 酷的帽泡的 滑板小子 哎哟 所以看到他那个打扮 感觉上 他难道是 踩滑板 送快递吗 就像 魔女骑哨走 载机变 这是 宫崎勋的卡通 那个时候流行的 魔女载机变 不 不是板鞋 是鞋背上 一个 大A Accupuncture 就是 称之为叫做 针灸 那个时候流行的 这个鞋的牌子 Accupuncture 针灸牌的 瑞武鞋 那所以呢 小说里面的 这个我 签收完了 觉得 应该要发出 这种 适货者 见想之叹 要不然 这个小鬼 穿着一身衣服 这套装束 简直不就变成了 锦衣夜行 没人欣赏的吗 所以 就看着他的鞋说 这是针灸吗 滑板小子 当场解酷 马上露出 无比天真的笑页 而且呢 就把鞋子一踢 踢得高高的 来看 干嘛呢 要绣他的鞋底 虽然鞋底 污灰 但还可以看得见 那里有一对 小熊图案 这是当时 Accupuncture的 非常重要的标志 那 而且 那个小熊图案呢 有熊磁性器 昭昭可变 那接着呢 我就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小熊项链呢 哇 他不可置信 说竟然还要有人问我耶 伸手进领口 套出乳白的男小熊 那是橡胶材质 简直像一块饼干一样 接下来 关键的地方 很有趣的是 他喊 就叫对面的这个人 他叫什么呢 叫伯母 差点 我们眼门 讨回屋里 何时我已经老到 原来人家叫姐姐 接下来叫阿姨 不久之前还是阿姨 今天 第四竟然变成了伯母 所以他就 又想了一个 很有趣的联想 就很像笔竿 在故事传说里面 笔竿被挖了心 被咒王挖了心 但他没死 他走啊走啊 走到街上 他是听到了 有人在叫 卖空心菜啊 卖空心菜啊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空心 因而死了 他就说 我向空心笔竿晃荡于世 却给一个再平常不过的 淡然的小明的 吆喝声 卖空心菜 给喊破 顿时 害王于地 华班小子 喊我伯母 是我碰到第一个 有礼貌的 伊人类 这一代 是伊人类 当然是伊人类 不喊人的 但他有礼貌 所以就喊 就进来一出口 喊的是伯母 而华班小子说 伯母 你也去瑞伍呢 不然你怎么会 知道我穿的是 阿基班小的瑞伍鞋呢 然后这个时候 无奈的就回答说 我是伯母 意思是说 伯母怎么会去瑞伍呢 然后小鬼就说 那你怎么知道 争旧呢 小鬼还是小鬼 这就譬如问我说 我去过非洲吗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 非洲呢 所以无奈的回答说 对啊 英国街头 人脚一双 争旧 你们五主燕 不都穿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小鬼 那个表情更怪了 他致上一个 疑惑诡异的笑容 仿佛时空错轨 他突然听到恐龙说话 固然奇妙透了 但最好还是进而远之 于是这个小鬼 就用一种肢体语言 类似滑板族习惯的 勾板动作 向我表达 是的 他在表达 没有说出来 那你几乎就可以听得到 伯母再见 然后呢 我答疑 毫无疑问 是个恐龙语 意思是 他们这一代的小孩 不会想要听到的 那就是 骑车小心 作为告别 关于一人类 在乌炎的小说里面 有非常多精彩的表现 也就是一方面 祝天文表示 他跟这样的一个一世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 有如此大的差距 但是 又很神奇的 因为 他可以如此精确 乃至于 甚至是 用一种 让我们都觉得炫祸 炫得不得了的 语言跟方式 来描述 一人类 例如说 在小说里面 有一段 讲 那个时代 刚刚正在流行的 手机 手机 尤其是手机 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真的是 我们都忘记了 因为到了我们今天 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 不管是 Samsung 或者是 更庞大 更惊人的 Apple 苹果手机 这个手机都长得完全一样了 所以 手机不再有个性 手机 甚至 我们不再讲究手机的型号 你看 越来越便 越无聊 要么就是Galaxy 多少 然后8啦 10啦 12啦 要不然就是iPhone8 9 10 11 可是那个时代 在那个世纪末的光怪路里当中 有这样的东西 大家可以在屋檐里面找得到 冷光流动式荧幕 冷光暗件 铭合金 背面板 雾化外壳 一体成型 这是T28 这个手机人类学里面的描述是 T28是女性特质的男生爱用 她们很温柔 她们擅长于旅行 她们交友广阔 因此呢 这个手机要够轻薄 才能够经得起她们的自由 那另外呢 有80公克 只有80公克重的GD90 如高级房车一般 全机烤漆 日本偶像剧最佳配角 又依照 手机人类学上的描述 这是 长发女生穿高跟 漏纸鞋 短载裙 机子改装之后 可以呈现果冻色 挂满一串 Hello Kitty 啪啪熊 南方四剑客 小丸子 再外加一个女生兮兮的 猪肢手机袋 荧幕轻密红色 紧迫定人 所以这种人呢 会用GD90的 就是会一天 照三仓打 没营养的情绪 绝对值得用 最昂贵的青春来换 这种人 他逛街 杀架的嘎声 他接到电视的 长尾音 喂 这是粉红恋人的 GD90 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去 跳舞的地方 看一下 砰砰砰砰 无弱派 一概是强派 砰到底 超过脉搏跳动一倍 不 如果是Hardcore 每分钟 甚至达到200%以上 所以在无昌里面 会贴出禁令 心脏不佳者 误入内 打的人 灵魂出壳 全漂浮在 钢筋水泥 裸露如 厂仓的屋顶 夜越深 人越多 灵魂曾滴滴 置在人头上 浓浓滚滚 大蛇 翻了一个身 紫光灯里 人只剩下一排白尺 两个眼白 白灵灵 发色深光 只要是白 一切白 白条纹 白T恤 白鞋 浮涂成为 白毛毛的 发光体 涂白的唇 白指甲 白眉毛 连兜帽夹克 布满了 白涂鸭 突然爆裂 雷射光 炸开了 默默的紫光灯 闪瞥间 照见躯壳 夺目的雪清和珠虹 夜游女 一堆碎片 明灭 蹦跳 这当然是非常典型的特殊 朱天文的文字 但这个文字是用来形容 当时台北都会当中光怪陆离的 一世代他们出入的地方 是手记体 但是手记当中用来描写生活的体会 朱天文却动用了非常多惊人的意向 乃至于非常多丰富的知识 像是其中有一段 这又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里面甚至出现了另外一位在美国的小说家哈金 提到了哈金来到台湾访问所发生的事情 不过在这一段他称之为叫做告解告白的手记当中 最特别的那就是因为哈金也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所以这个作者 当然我们可以完全把它视之为朱天文 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小说同行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刺激他去思索 乃至于去呈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工作 包括他基本上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去参加任何的公开的活动 因为他只想要躲在家里面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做自己的工作 但他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不是描写如何写小说 而是他借用瓷器如何传入到欧洲 欧洲的人如何试验 西方人努力想要烧出像中国的钦词那样的作品 那就跟化学跟炼金术都有关系 所以他就说这里用的是第三人称 但指的就是这个作者 他的工作借用化学家Premel Levy的说辞 化学的起源违寒或至少暧昧 那是炼金术术的窝 炼金术术想法荒诞对金子着迷 他们是骗子和魔术师的综合体 他们寻找责任之实 生性世间有这样的配方 可以点时成金 可以长生不老 那如何烧烧温度达到1450度C了 这个时候这个人 他从通风口看去 不见火焰看到的是熊熊燃烧的空气 炼金得瓷 他执念要炼金 但是瓷器 是的瓷器是他向世间证明 他并非骗子的唯一机会 他悲哀得不行 在实验室门上 明刻讽刺的字句说 上帝把炼金术师变成了陶匠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 这是在讲朱天文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 他所写的小说 我们可以说分成两种 一种是如同从那个炉子里面 最后烧出了瓷器或者是陶器 但这不是他真正的用意 这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这只不过是因为在要炼金的过程当中 他必须取得别人相信他有炼金的能力 别人没有办法能够体会炼金所炼出来的 那个整个的过程以及他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换句话说 我可以借由朱天文的这个话 告诉大家说 之前我们一路为大家介绍的 朱天文写过的那些作品 从《炎夏之都》 然后到《世纪末的华丽》 甚至到一部分的荒人手记 他用这种方式 现身说法跟你讲 这都是他炼金得词 那是他摆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得懂 让我们可以摸得到 让我们可以体会的词器 但相对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他真的想写的是像乌炎这样的小说 这是他的炼金之术 在这个小说里面没有了角色 没有了情节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文字 以及有的是那样一种 最深刻的知识跟思想之间的交流 只不过他把它放在一个 似乎有现实根据的 这样的经验当中与铺陈 这就是朱天文 为什么2007年 他最后写出来 是这样一部 不容易读 但是到处充满了 我们可以说 闪闪发亮的 尽快的一部作品 在最后 我想要用唐诺 在乌炎这部小说当中 他所写的一篇后继 他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语 乌炎大致是书写 后预言的自由了的 但也捉摸不定的心绪里 自身截毁世外的米亚 也就是世纪末华丽当中的主角 变回了包含在普遍死亡当中的 朱天文字迹 那些曾经或化为象征 或只能够舍弃的 自身细碎的事物 所以复原为 实事实物 历历在目地 重新得到了意义 这样的忧郁 如同卡尔维诺所说的 不是幻灭的 而是穿透的 不是唐吉科德式的调子 而是丹麦王子 哈姆雷特的 不是火热浓稠的 而是颗粒的 围尘的 朱天文说 不结伴的旅行者 这是一个 孤独的不结伴旅行者 他在他人生当中的 这个旅程 他所看到的 他所思考的 那样一种孤独的领悟 这就是朱天文的五言 感谢你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